再把视线转向俄罗斯 国际军事比赛2020空降牌项目 中国参赛官兵跨越万里 来到位于普斯科夫州的 俄罗斯空降兵军营 接下来他们要与各国参赛官兵 一起共同生活20多天 远在一国他乡 中国小伙子们能够适应那里的 一日三餐吗 我们通过指导员帅少鹏的镜头 来了解一下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好的伙食顶上半个指导员 出征异国他乡的小伙子们 吃得怎么样 现在就和官兵们一起 走进俄罗斯空降兵军营食堂 来了之后 所有人员都要进行消毒 大家吃饭的时候 俄方特意准备了筷子 这就是俄罗斯的面包 他们的主食 一般会有土饭 土豆泥 意大利通心粉 我们战士比较爱吃的 就是半米饭 主菜 一般有牛肉块 鱼 以及咖喱 我们会有一些 凉菜 这是饮品 这里边会有咖啡 茶 以及糕点 这些饭菜吃起来 加上佐料 是绝配 怎么样这个 来吃怎么样 非常好吃 这边有洗衣机 运斗 以及俄方为我们准备的 钮扣 线 一提的是 这个晾衣间 是由一个暖气片 四季常热的 在这里要感谢俄方 习近安排和热情招待 虽然生活习惯 方式不同 在细微之处 让我们感受到 家一样的温暖 好 再来关注 国际军事比赛2020的消息 今年的比赛 汽车能手项目 各参赛队 需要使用多种 俄式车辆装备 当地时间8月15号 我军参赛队员们 在沃罗涅日州 汽车装甲兵训练基地 展开适应性训练 进一步熟悉场地和装备 在首次时装适应性训练中 中方参赛队熟悉了 赛道和装备性能 并处置装备车辆突发情况 我们通过训练中排除故障 发现装备存在的问题 采取 修理 加固 密封等方式 提高装备 适应训练能力 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 在确保装备可靠后 队员们还要适应 中俄装备操作方式 及比赛场地的差异 通过今天的适应性训练 发现前期的情况预想 与训练的比赛实际 还有部分差异 我们正在组织队员 争分短秒 训练场上进一步熟悉 赛道和装备 训练场外 复盘总结 争取 在比赛中取得良好诚意 据了解 俄方在赛前 给各参赛队安排了四个半天 共计12小时训练时间 中国 白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和东道主俄罗斯队 四支队伍将在障碍路段 限制路段 蜿蜒山路 水障碍等 科目场地轮番训练 作为国际军事比赛的重头戏 坦克两项 每年参赛的国家 都是最多的 当地时间17号 坦克两项 单车赛阶段的抽签仪式 在俄罗斯莫斯科 库宾卡市的 爱国者公园举行 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 确定坦克车组颜色 和发车顺序 今年中方坦克将采取 绿色涂装 亮相阿拉比诺赛场 中方与白俄罗斯 塞尔维亚 阿塞拜疆三国 分在同一小组 参加8月23号 开幕式当天的首场比赛 今天我们进行了抽签 而后会给大家 讲解安全要求 并熟悉赛道 抽签后 大家都已了解 本国的车辆颜色 出场次序和分组情况 各国也将在比赛前 准备车辆及武器 坦克两项分为 单车赛和接力赛两项内容 今年参赛的队伍中 除中国自带96B 白俄罗斯自带 升级版特72坦克外 其他参赛国家 均使用俄制特72B3坦克 作为比赛装备 我们需要结合 自身的装备特点 严格对照落实 严守操作规程 安全顺利完成比赛 在当地时间的 8月17号上午 参加开阔水域比赛项目的 中俄双方官兵 在俄罗斯 穆罗姆市 奥卡河训练场 组织了装备交接 今年中方参赛队 全部使用俄式装备 作为此次国际军事比赛中 项目最多 参赛人数和装备 最多的一项比赛 中俄双方计划用三天时间 完成六类 二十多台大型装备的交接 在奥卡河畔 中方参赛队员 乘坐门桥来到现场 俄方讲解员 依次对自行周桥 两栖装甲输送车 周桥车 汽车艇等大型周桥装备 进行了讲解和实际操作演示 随后 中方参赛队员 在俄方官兵的指导下 进一步熟悉装备性能 检查装备情况 现在正在由俄式的教练员给我们讲解 重点还是在后面的操作过程中 多较训练 基本上也可以彻底的掌握 开阔水域项目 大部分都是执行水上作业和水路两栖作业的大型装备 要在短时间内熟练驾驭参赛装备 适应陌生的水域环境 对中方参赛队员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 俄方官兵能够不愿意地倾当相受 打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 下一步我们肯定能够共同 把装备保障工作完成好 在位于俄罗斯普斯科夫州的红木船靶场 参加空降牌项目比赛的中方参赛队员 昨天首次见习战车比赛场地 最后在俄方的指导下 进行适应性训练 俄方教练组介绍了战车的 基本性能和操纵方法 随后进行了武器装备交接 今年我们首次使用俄方战车参加比赛 与我们的空降兵战车相比 俄方战车在越丈驾驶 瞄准射击等方面 均有较大的差异 根据计划安排 赛前战车训练时间仅有三个半天 中方参赛队员根据车长 炮手 驾驶员三个专业进行分组训练 掌握基本操作后再进行车组核训 俄方战车与五国战车 在方向操作 档位转换 观察景况等方面有较大差别 并且训练时间有限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据了解 空降排项目整个赛道 设置了浅滩 斜锅 反坦克豪 雷杖通道 车折桥 火杖带等障碍物 战车要通过各类障碍后占领射击阵地 全面考验参赛队员的驾驶操作技能 看了参赛官兵们的吃住行 确实感受到了异乡的温暖 在安全环境项目场地 俄方还为各参赛队举办了音乐会 当地时间8月16号 在位于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州 科斯特罗马市三房学院的 安全环境项目场地 主办方俄罗斯三房学院的军乐团 举办了专场音乐会 为来自中国 白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 亚美尼亚等 各参赛队演奏了不同地区 不同风格的十多首曲目 增进交流 传递友谊